为了要鼓励社区长辈走出户外多多参与活动 下入地区医院连续6年结合在地社区举办健康舞蹈大赛 今年共将近300位居民参赛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络 主办单位也强调 透过活动举办 帮助社区民众消耗热量运动健身之外 同时也能够加深邻里之间的情谊 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跟着轻快的音乐节奏 婆婆妈妈们在舞台上扭腰摆臀 卖力展现出练习许久的舞蹈成果 吸引全场目光 参赛的社区长辈全都拿出最好的活力 努力跟着节奏不停舞动 也让台下观众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 气氛相当热络 我们是入了社区妈妈土翁舞班 今天要跳的起目就是 踩踩踩踩跟那个 连星按个赞 可以接我们的主办单位的 运动的舞蹈健康的起目 那我们今天跳的曲风 是比较属于中东印度方面的 比较接近肚皮舞的曲风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比较接近 轮巴的曲风 对身体很好啊 所有筋骨都会变柔软 那个腹部也会变得比较紧实 为了鼓励社区长辈走出户外 多多参与活动 杀戮地区就有医院连续第六年 结合在地社区举办健康舞蹈大赛 今年共吸引了23组社区 将近300位的居民热情报名 其中还有一位90多岁的爷爷 也特别到场参赛 而大伙经过数个月的辛苦练习 就是要在台上展现最好的一面 我这个腰痛就是我练气功啊练好了 以前的差不多两年就没有痛过了 就是实实在在是有病治病 无病抢身 要动就会健康 所以我们从已经第六年 在举办这个社区的健康舞比赛 而且我们整个海线 包括大甲清水 沙鹿 我们都每年都在举办 主办单位也强调 随着高龄化社会逐渐来临 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不仅邀请社区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运动健身外 同时也能加深淋漓间的彼此情谊 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